說曹操 曹操到 接下來出現的這一組人 是我們最荒謬 最美麗的搭檔 歡迎荒謬大師沈玉琳 還有她最美麗的搭檔 Melody 今年他們以11點熱炒店節目 入圍了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評審說兩個人的互補性極好 個人風格又明確 臨場反應絕佳 在主持跟來賓之間互相穿插 節目看起來娛樂性強 獲得評選們的讚賞 首次入圍的兩個人 到底能不能夠把金鐘獎座 給搬回家 一定是今天晚上萬眾矚目的焦點了 我們剛才紅毯另外一端 我們11點熱炒店的團隊 好大聲 好嗨啊 好 現在我們身旁這兩位 Oh my God 真的是玉琳哥掌聲加尖叫 謝謝 玉琳哥 你真的把Melody姐 一起帶到金鐘的殿堂了 你是不是不太習慣 看到我們兩個站在這裡 不會 不會 我覺得這是總有一天的事情 諧星也是會被看見的 對啊 諧星也能出頭天的 是的 我相信兩位應該都非常興奮 要不要分享入圍的心情 先從Melody姐 來來來 我很開心啊 很興奮 覺得非常的榮幸 今天能夠參加金鐘獎 是與入圍者的順序 玉琳哥呢 熱血沸騰 我從入圍宣布那天 我在那個Facebook說祖墳冒清煙嘛 冒到現在還在冒 哇 確定不要叫一個修旁隊去 滅個火嗎 如果燒到現在還沒有停 那是有點危險 沒有 那是天有吉祥 對 天有翼照 表示這個開線事情即將要發生了 是是是 但是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通常在這邊問都會問說 玉琳哥你覺得自己最厲害的競爭對手可能是誰 我們不要問你這種問題 你覺得瓜哥 憲哥 寶怡姐 哪一個你最不看好會得獎 這種妖獸的問題你問我 對啊 你一定講不出來的 你怎麼可能講得出來呢 你覺得呢 蛤 蛤 哇 哇 提布你忘了喔 瓜哥 憲哥跟曾寶怡你覺得誰 他不是 他打不出來他不是忘記 他是在裝傻 對對對 好 我跟你講他們面面相去 他們覺得答案是自己 自己才是那個可能不會得獎的 不要這麼沒有自信 你知道嗎 這個很難回答啦 因為我覺得 光是可以跟他們一起入圍 這個就是光中耀祖的事情 光可以一起入圍對我們兩個來講 已經是得獎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感覺好像我滿老的 但是因為我在主持界算新人嘛 跟他們比起來的話 哥真的是新人 他打滾了30年今天第一次耶 我們又為他鼓掌鼓掌 真的真的 可惜金鐘主持沒有最佳新人獎啦 但是玉琳哥真的祝福你們今晚能夠拿獎 讓我們看見談話性節目再創高峰好嗎 OK 一定要一定要 祝福 謝謝 謝謝